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10月6号星期五 这两天跟好多小伙伴我们聊天 就是说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拜登有可能当选 但现在看起来拜登的确实存在的可能性 我们就说如果拜登当选的话 美国到底会发生了什么 几点 第一 穆斯林难民 希腊里在2016年的时候承诺的会招收10万穆斯林难民 川普刚刚上台的时候 奥巴马当时跟澳大利亚同意从澳大利亚接收的几千的穆斯林难民 川普上台了之后 澳大利亚总统给川普打电话 问川普打算什么时候履行美国政府 就是前任奥巴马的承诺 川普什么也没说 把电话撂了 澳大利亚 好像最后那几千人就死了 就留在澳大利亚了 就乱来澳大利亚了 澳大利亚也没有办法 川普就是不要 那么拜登上台之后肯定 咱别说别的 最起码澳大利亚 当年奥巴马答应了那几千的穆斯林难民就要过来 而且希腊里当时承诺会接受 十万穆斯林难民 拜登就算接受一万 也是这样子了 那么我不能说穆斯林难民不喊 这是一个善意之举 不过在法国是这样子 你只要任何人在法国 你只要胆敢在公共的场合 就是说拿出一些 比如说漫画 在讽刺穆罕默德的漫画的话 你都要小心 你有可能被人在你家门口 或者在你的学校门口 或者在你工作岗院门口 被人把脑袋砍下来 然后拿着你脑袋 游街示众 这就是法国 如果真有十万穆斯林难民在美国的话 我建议你们说话的时候要小心 因为谁也不想在自己的当院门口 或者学校门口 被人把脑袋砍下来 游街示众 对吧 所以你们自己要保护好自己 反正拜登和希腊里 他们是有保镖的 是有保安的 来保护他们的安全的 至于你有没有 你会不会像法国的 就是说初中的历史老师那样子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反正 古德拉克 好吗 祝你好运 祝你好运 好吧 至于很多难民在什么法国 意大利街头 抢手机 抢包 偷钱 我觉得还好 都是小事 对吧 钱财的乃是身外之物 你还没被人把头割下来 你就感谢上帝 不 感谢 珍珠安拉 感谢穆罕默德 一定要感谢 不感谢的话 你要小心 因为好像他们有一个罪责 就是说 如果你不相信珍珠安拉的话 这也是罪责 也应该要杀头的 知道吗 所以你最好是相信珍珠安拉 要是最好感谢珍珠安拉 不然的话 你是有生命危险的 拜登上来了之后 拜登上来了之后 我以后 我也这么说 拜登上来了之后 以后我们频道 再谈到穆斯林的时候 我们全部都是正面的 绝对没有任何复权 你们我向你们保证 你们放心好了 脑子还是长在脖子上比较安全 实在是没辙 同志们 实在是没辙 怎么说 我们都是大活人 对不对 咱们还是 我经常都说的 圣人不死 圣人不死 大道不止 我不是什么圣人 我也不想装一个圣人 我也不想当一个圣人 中国不需要圣人 好吧 如果你一定要找一个圣人 你去找圣人 好不好 中国真的不 老毛就是圣人 老毛 老毛当年上大的时候 全中国真的就把老毛当一个圣人一样 当一个神人 当一个圣人一样 中国真的不再需要一个老毛了 好吧 所以我不想当一个圣人 我觉得我们中国也不再需要一个圣人 好吧 然后再看 边境墙肯定那就完了 边境墙是川普搞的 估计拜扬上来第一件事就是拆墙 把墙整个拆掉 我们不需要边境墙 把墙 川普建的墙就全拆 拆掉之后 穆斯林移民就来了 叫什么MS13 是吧 MS13 你们也不知道MS13的自己上网查一查 没有看过Brithing Bad的自己看一看 就叫绝命毒师 后来还有个衍生剧叫绝命律师 你们都可以看一看 不过好事 以后买大麻可能越来越方便了 买毒品也越来越方便了 恭喜你们 据说白思豪说了 说纽约现在财政十几人 打算以后要在纽约搞大麻合法化 好像洛杉矶现在是不是大麻合法化 是不是以后要通过卖大麻的来挣钱 在全世界任何地方 包括加拿大 凡是大麻合法了之后 交通事故都增加了 据说他们抽了大麻之后开车的时候比较嗨 比较嗨 上街的时候小心一点 在车外边你是看不出来这哥们抽没抽大麻的 好吧 还有这句话 Good luck Good luck 还有就是说厕所 据说在学校里面 他要设厕所 把厕所改成什么 就是说允许多性人使用厕所 什么叫多性人 就是说今天我认为我是一个男性 我就进男厕所 明天如果认为是一个女性的 我就进女厕所 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在成年人的地方还好 但是在未成年人的地方这么搞的话 我不知道你的孩子去上学的时候 你担心不担心 我还好 我还没生 我还没生 我觉得如果拜登当了总统的话 如果这么搞 我要严肃的考虑还生不少 我要严肃 好吧 然后不过好消息 对于中国留学生 对于全世界留学生来场 都是一个好消息 还有对于赴美生子的人 这都是好消息 以后 川普上台之后 对这些月子中心 这种什么赴美生子的这些中心 进行了大量的这种扫荡 对于非法移民进行大量的扫荡 对于中国留学生的确是不好 中国留学生的签证率急剧的下降 那么以后 拜登上台之后 那好了 同志们 拜登是非常欢迎的这些新移民 因为新移民的百分之七十或百分之八十 都会把选票的投给民主党 会有大量的赴美生子 会有大量的留学生 有的人很高兴 觉得中国人多的不是好事吗 相信我同志们 来的中国留学生绝对不是最多的 你们都被忽悠了 你们都认为来美国 中国留学生的最多放屁 来的最多的是印度人 是阿三 至于阿三怎么样 你看中印边境闹上什么样了 对不对 三哥们还是印度的阿三 我的天 我在学校里接受过一些三哥们 好吧 我这么说 你会发现 中国来了美国通婚的 你会发现嫁给白人的 对不对 嫁给墨西哥人的也很多 对不对 连嫁给黑人的都很多 你看看 嫁给三哥们的多 对吧 为什么不多 对不对 它是有原因的 对不对 印度有什么 恒河 是不是 你有没有看到他们在里边 就是说 他们是撒尿 拉屎 河 洗澡 都在那条河里 为什么 他们认为那条河 干净了 我有一个朋友在机场卖香水 他跟我说 在机场买香水 最多你知道是谁吗 就是印度的阿三们 为什么 他说三哥们 基本上不太喜欢洗澡 味道有点大 所以大量的在用香水 所以大量的 你只要有朋友在机场卖香水 你都会知道 大量的机场的免税香水 三分之二 都是卖给了印度人 但是说实话 以他身上的这种味道 再加上香水之后 他其实也不好闻 不信你可以试试 不信你可以试 所有那些中国留学生 进了美国的这几个 几大公司的 你都会 就什么 Facebook 苹果 这里边 现在都有大量的 什么Google 都有大量的印度人 那么中国人在里边 你找你那些朋友 进了这些美国大公司的 在跟印度人打交道的时候 吃的那些亏 有多少 我的一个朋友 就是跟我讲那些印度人 而且印度人非常的抱团 他一个人进来之后 他弄一帮人印度人进来 Good luck Good luck 祝你们好运 祝你们好运 好吧 然后加税 拜登已经宣布了 他上来之后就要加税 加税对所有人都不好 对经济也不好 但是对于什么好 对于吃低饱的有好处 这个来讲 我知道有很多中国人 比如说做指甲的 打餐馆的 就是端盘子当waiter的 然后还有一些 就是什么 反正电销车 他们只要直接收现金的 凡事他们能收现金 就收现金 只要直接收现金的 都是挣着钱 挣着钱并不比一般的白领 或者你不要以为 你在苹果工作 你在Facebook工作 你挣的多 我告诉你 你很有可能 干不过一个做指甲的大工 尤其是税后 人家是 人家不打税 人家还是吃低饱 你服不服 你哪儿不服 你哪儿刺 对不对 你虽然挣的多 你打完税之后 你没他多 而且你还要自己 你公司和你一起 付医疗保险 是你们一起付的 公司给你付一部分 你自己付一部分 你就你想想 他用的医疗保险 是ObamaCare 他一分钱都不付 而且他的医疗保险搞不好 比他妈的比你的还好 然后你交了那么多的税 是干什么的 就是给那些不交税 还吃低饱的人 去付医疗费 恭喜你们 真的是恭喜你们 就是一堆老黑 生了一帮孩子 然后都在沙发上看电视 然后每个孩子都申请低饱 都去吃你的 你交的税 你交的税都给他们了 当然了 我也知道 如果你刚好你也是 就是说不交税 吃低饱的话 那恭喜你 那拜登奥奥马尔太适合你了 那我天 那你享受吧 好不好 我们这些中产阶级 我们躲不开税 好不好 那好吧 我非常高兴 我能够帮你来付医疗保险 好不好 我来帮你 付你的低保 帮你养孩子 感谢上帝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做这个善事 真的 我老婆说 那我们就当攒人品了 好吧 我们攒人品了 好吧 高税收 高福利 是只适合给那些像什么瑞士那种国家 知道吗 全民高素质 美国 你引进这么多穆斯林难民 引进这么多墨西哥移民 引进这么多印度人 然后你高税收 高福利 你养着这些人 对 这些人是 这些人几乎百分之七十五百分之八十 都选你民主党 但你这么高 美国就完蛋了 冷静 冷静 环保 然后开始重新的提环保 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在环保上已经泄丝敌礼了 真正不好的是在中国 对 你把工厂从美国都赶到中国去了 去污染中国的环境 OK 但问题是对地球有好处吗 没有好处 对不对 地球最后是完蛋了 对不对 空气变暖 是因为美国和欧洲导致的吗 不是 是那些第三世界国家 污染环境导致的 对不对 好吧 反正不管怎么着 拜登上来之后 会有更多的美国工厂 离开中国的 对于那些能够把工厂 开到中国的人 是有好处的 但是你行吗 你能把工厂开到中国去吗 你有那本事吗 好吧 那么更多的美国工人会失业 那么这些人就会更多的去吃 低饱 然后 那么牛递他们去吃低饱 由于奥巴马care 玩命的再花钱 那么这些钱怎么办 就要留给那些中产阶级和高收入群体 要对他们进行高的税收的收入 成此以往 你觉得会好吗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样子吗 好吧 然后还会有更严格的防疫措施 当然 对有些人很担心疫情的话 这是好处 对于经济来讲 就很糟糕了 对于那些餐馆 小企业主来讲 我觉得基本上 我觉得你现在如果有餐馆的话 我建议你现在 考虑考虑 要不要就把餐馆卖掉 如果拜登上来的话 我觉得你的餐馆会很有问题的 好不好 至于奥巴马care 川普上来之后 其实就是说 消除了一些奥巴马care的 一些强制的这些规定 以前来讲 是你每年你报税的时候 他要看 如果你没有使用医疗保险的话 你要罚款 奥巴马 川普把这个罪款先免除了 他不强制你 现在 拜登上来之后 肯定要重新回到奥巴马care的时期 那变成什么 就变成那些 就是说不需要医疗保险的人 去付医疗保险 给那些 不愿意自己花钱 不愿意好好报税 不愿意自己去买医疗保险的人 奥巴马care是不会长期下去的 就跟当年吃大锅饭一样 大锅饭是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的 大锅饭长期坚持下去 这个国家就崩溃了 奥巴马care最后会突破美国的 最后你会知道的 你现在认为太好了 中国 北朝鲜不都是 那时候不都是什么全民一宝 然后大家一起吃 想吃多少吃多少 一起工作一起吃饭 现在就在走 当然美国现在走的 基本上算是英国家社会主义 其实很像以前的中国共产党 北朝鲜 还有古巴曾经尝试过的那种东西 而那种东西就是说 当然在北欧的一些国家 也尝试这么搞 但是你要明白 人家的是什么素质 人家没有人去占这个便宜 但是美国 你有多少这种低端的移民 对不对 你的移民法要改革 你要改成像澳大利亚 像加拿大 像新西兰那种比较好的移民体制的话 可能还好一点 但是目前的这种移民体制 再把墨西哥的墙拆了 再来穆斯林难民 然后你再搞 Good luck 好吧 这就是美国的未来 重新回到奥巴马时代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们想想 这一次怎么可能 他们会有那么多的选票 那些选票从哪来的 你我都信之肚明 真的 我觉得民主党这次玩太过了 以前是真的选票里参一点假的 现在已经他妈彻底从假选票里参真的 玩成了这个鸟样子 这些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